我覺得現在已經沒有什麼好講了 就是 現在包括剛剛徐甫講的那個 為什麼這些公司會突然之間轉變 那為什麼台農這個圖案才 人家也八十多歲 也是看過很多江湖的 為什麼一改再改三改 其實很簡單嘛 昨天高雄市衛生局 已經做得非常清楚了 他就是 你沒看到高雄市衛生局怎麼講 他說 我要罰到他 你來為止 罰到你來為止 一次三十萬 其實不是我幫他翻譯一下 怎麼樣 他真正講的是我罰到你閉嘴為止 是這個意思 就這個意思啊 非常明顯我相信四人都知道 所以圖案才知道趕快 趕快再幫 面納一幣粉絲太平啊 那不然怎麼辦 但是我必須跟圖老闆講 圖老闆你錯了 你要嘛就是從頭到尾悶聲大發財 但是你已經講了 你已經開了這個頭 那抱歉 你現在如果吞回去 因為這個案子接下來還會爆喔 因為已經有人去查到底巴西進了多少蛋 因為六月以後還陸續有一蛋進來 而且現在查出來也不只超市一家在進 對 其實有好幾家在進 流到市面上也完全不是農業部所宣稱的那個數量 所以在這種狀況下 如果你以為說 好啦那我就 我就趕快就是 反正一切錯都在我身上 那我扛起來這樣就被罰一點小錢就沒事了 不會這樣喔 到最後所有的國都是你背 我跟你保證 因為你看光是 他其實只是一個負責洗選蛋的 其實就是這麼簡單的一件事情 結果呢現在這個蛋到底有沒有上蠟 現在好像有人冠在他頭上 嗯 哈哈 然後呢說都是他在鬼扯 都是他在說謊 然後那個沒有標孝齊 現在也變成他的事 對 欸講實在話 你來了一堆蛋 我怎麼知道你的孝齊到底 對啊 誰曉得 這照理來講應該是農業部的人要告知 至少中央續產會的人要跟這個 因為你把蛋提供給廠商嘛 那但是你到底 中央續產會到底有沒有講 你有沒有告訴他 他在巴西 我不是講他什麼時候進到巴西港喔 巴西的港口 而是在巴西的養雞場什麼時候生下來的 什麼時候下蛋的 沒有人知道 到最後一次農業部也不講啊 那個孝齊都在農業部手上啊 他們說是 什麼時候就什麼時候 我跟你講 我現在最擔心的一點是什麼你知道 其實農業部也不知道 有可能 因為我覺得農業部根本不care這件事啊 對 我覺得有可能 對啊 所以你一堆人去問他就不給你答 我就覺得最好笑的就是 連台中市政府盧秀燕之間發言去問 我也說你可不可以提供一些資料給我們 欸不給欸 不是不給就算 正常不給會怎麼不給你知道 說這個牽涉到這個文書業務機密啊 或是牽涉到私人的資訊 我們不方便提供啊 什麼商業領域什麼時候 會找一堆這種冠冕堂皇理由對不對 結果你知道 我們農業部的回答是不方便 就只有不方便啊 對啊 不方便是什麼意思啊 不方便是什麼 欸公文往來不方便這種東西 我第一次聽說過 請問一下那個曉薇議員 你平常你去各單位要這個的時候 他會跟你講不方便 不會這也不是什麼公文用語 好我也做點補充好了 因為之前剛好有這個 巴西外交官的這個 自禁的事件 所以剛好我也跟巴西 就是一些民間單位有一些接觸 台灣很關心 但巴西的僑胞 也會提供很多資料給我說 你們台灣的農業部是怎麼回事 就像您講的 這很好查 官網上都有 我跟大家報告一下 在巴西有一個叫做ABPA 那這個單位就是 巴西動物蛋白協會 那麼他們在官網上 隨時會公佈一些最新的狀況 裡面都很慶功 這個我查的前次是說 他5月份的時候 巴西雞蛋的出口 因為他最多就是給日本台灣 慶功宴 去年5月的時候 就前一年的時候 他是出口了434.6噸 那可是這個在今年 才今年而已 他出口的量多了6倍 6倍 多了6倍 所以這資料都有 我們台灣就是大功得主 那你今天農業部可以去談一下 這個蛋可不可以賣我們便宜一點 你什麼都沒有做 那我基本上要了解 現在蛋的來源健不健康 出產地在哪 他們的股價漲好幾倍 這些資料你們怎麼 農業部都不給人民交代 我現在就提供給你 裡面還講到了就是說 這個 這個今年的5月 我最後的一筆資料 在上面清清楚楚的寫的是 2023年7月19號 這些資料都可以看得到 一個ABPA的一個協會 他這些這些 這些資料你都 你今天我們 我們農業部都不知道嗎 然後你看看這幾天這些新聞 笑死人了對不對 然後台農也在那邊解釋 這個蛋怎麼樣 那個蛋怎麼樣 我拜託農業部 你自己不會去查 我們今天台灣人提供了 好多好多的這個這個 裁員給巴西對不對 你好歹巴西也有我們 住台灣的辦事處 你怎麼會資料沒有 我們今天台灣人民 吃了那麼多的巴西蛋 好歹要健康 你做了什麼 什麼都沒做啊 最低階的要求就是要健康 就是要健康 健康也不給我們 然後人家這裡面有5家 提供台灣蛋商的 這個最大公司 股票都翻倍 都翻倍耶 然後你們告訴我說 這個是秘密 你不能跟你講 所以你知道為什麼 股價翻倍嗎 因為他們很久沒有遇到 這麼盤的國家 真的 真的 股價你看 都翻倍啊 是啊 真的 所以我就說 這個我們真的是大金主 那好歹我們可不可以 要求一份健康呢 對不對 難道 連個健康就要不到嗎 我覺得真的很像 那時候買疫苗也是 你謀財就算 你不要害命嘛 對 兵哥 因為你剛剛說 盧秀院市長去要嘛 因為我們要知道流向嘛 對不對 但是中央他說 為什麼這麼保密啊 所以他呼籲農委會 提供進口蛋分配跟去向 請地方也能夠完全掌握 保護人民食安 行政院副院長鄭文燦有回應 他說跟農業部查證的結果是 台中市政府衛生局承辦人員 打電話到中央續產會 以電話方式要求提供資料 續產會的人員答應 這個答覆請對方要以書面公文來調閱 才會造成誤會 誤會啦 誤會是不是 那很簡單啊 那現在 因為盧秀燕今天已經講了 你們不給是吧 我們現在串聯國民黨執政的這些 地方縣市政府 我們自己查 因為很多東西 就是各個地方縣 比如說這一家的 可能這間公司的廠區 剛好就在某一個縣市 大家就可以彼此互相調資料去查 那現在中央說願意給是吧 書面就好是吧 書面就可以了 那盧市長立刻下公文啊 對啊 看他什麼時候來啊 對不對 我告訴你不會來的啦 就是不給啦 他就是不想給啦 因為這個一給事情會越來越大條 我老實說 光是這個彈是什麼時候生出來的 然後他什麼時候運到巴西爾港口 什麼時候在坐船 什麼時候在到台灣的倉儲 什麼時候在到吸犬彈 最後到市面上 你這中間忽冷忽熱 已經冰火五重天了 你知道 然後呢 彈又壞了 對啊 這個彈 這個彈的保存效期 真的能夠那麼長嗎 全世界有這麼神奇的彈嗎 我一直在講這劍達出奇彈 這實在是太神奇了吧 老實講 如果有這麼高敏的技術 可以讓它忽冷忽熱忽冷忽熱 然後那個彈還保持不壞 他就說噴辣嘛 噴辣有這麼好用喔 我上 我那天晚上就在他們民眾之聲講 在民眾黨民眾之聲講 你噴辣這麼好 蔡英文每天噴辣 我看你會不會長生不老 所以 這根本就是鬼扯的事情嘛 噴辣這麼有效 那為什麼以前都不噴辣 欸 對喔 以前都沒聽說 對啊 誰不想彈可以賣久一點啊 對不對 以前彈如果自銷的話 你總是沒聽到廠商說 我現在噴辣再賣它兩年 對 從來沒聽說過 所以這根本就是鬼扯 噴辣是確實可以延長它的 時間沒有錯 不可能延長那麼久 而且溫度的變化 你怎麼 你光噴辣有什麼用啊 那個噴辣你為鋼鐵人喔 什麼東西全部搞定 裡頭是微電腦分析是不是 所以不要再跟我講這些 根本違反科學常識的東西啊 我跟你講 現在只要生產日期一出來 真正的生產日期喔 我不是說在巴西出港的日期喔 因為到現在為止 我們只有出港日期 根本沒有生產日期 只要生產日期出來 我告訴你 你會發現一個很可怕的事情 這些蛋全部都超過100天以上 然後你知不知道 9月6號的時候 為農業部人自己講喔 農業部的次長自己講 他說巴西一般規定是90天 然後他當時怎麼講你知道 他說因為運來45天 然後呢在台灣有45天的去劃期 45天 你知不知道這一批蛋 光是在中央續產櫃 就已經停了一個多月 他停了一個多月之後 才送到台農啊 或者是其他地方去席選喔 等於是怎樣 台農拿到蛋的時候 這批蛋已經過期了 對 你知道嗎 對 這是多可怕的一件事情啊 那流到市面上 早就過期不知道多久了 又 所以 我們已經不知道多少人 吃下肚球去 所以現在我 所以現在追流向不過分吧 一定要追啊 現在已經有人在懷疑了 大家記不記得 大概七八月的時候 不是陸續出了好幾件 集體食物中毒啊 拉肚子或幹嘛的事情 都跟蛋有關 都是問題蛋 現在會不會都是這些蛋造成的 然後我們根本是冤枉那些商家 對 但是問題是這種東西沒辦法查證 因為都吃到肚子都排泄光了 你也很難去查證 這些店也都被開拔了 所以這些蛋是很恐怖的 我跟你講 我都在懷疑喔 是不是他們的想法就是這樣 反正蛋這種東西到底是什麼 食物中毒是什麼東西造成很難證明 也很少人會去想到是蛋的問題 除非你直接聞到臭味 所以到最後 反正蛋吃死人 他認為是別的東西弄死的 是店家不乾淨弄死的 等於全台灣的食品業者 都要幫農業部擔這個鍋 你現在看這多可怕 代價就是台灣人的性命 原來好的益生菌真的可以幫助入睡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是國家認證AB克菲爾益生菌 含七種有身份證的專利活菌 能產生GABA 色胺酸等助棉因子 難怪吃了更快入睡 夜睡得更好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也是台灣市場上唯一添加 克菲爾乳感菌M1的產品 這是由台灣知名的大學技轉 對季節敏感調整體質的朋友 真的是一大福音 還有這隻還添加 被稱為超級食物的 羽衣甘藍萃取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 十字花科蔬菜有助抗炎及防癌 像是羽衣甘藍含有高量的 葉黃素β胡蘿蔔素 維生素K維生素C 葉酸等豐富營養素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專利製成 無塑化劑 無重金屬 無人工添加物 無410項農藥 無香料調味劑 無防腐劑 無色素 七大保證 七大認證 覺得好安心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快點購下單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非自己作為認識 水 爺 нак